所以三恶道 现在我们清楚啊 是消罪业的 消罪业的 对 你罪业要消掉 道哪里消掉 三恶道里消罪业 三恶道里消掉 对 三善道是消福报的 消福报的 对啊 福报也消掉啊 因为你清净心里头 罪福都没有 罪福都没有 都没有 你的心才清净啊 清净心是真心的 罪福都是染无啊 那师父 我假使说我命里有福 我想修为的话 我不要这个福 我不想这个福 是这样吗 我不想这个福 福把它给一些众生去想 这就好啊 就舍己为人是吗 对 没错 你看真正 懂得这个道理 有福报的 他自己生活 过得很辛苦 福报 他会照顾很多人 哦 他把这些钱财 给那些需要的人 需要的人啊 我这一生看到 就是我以前的老校长 周邦道先生 这个人做官 是个清官 清官 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 大概这个世界上 只有他一个 找不到第二个 他在台湾 做考选部 政务辞长 什么是考选部 师父 就是主管 选拔人才的 哦 这个权力太大了 对啊 选拔人才的 主管 国家 每一年 很多考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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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人才的话 考试 他们专门负责 这个 一身高教训 那么公家 配车子 给他 有一辆轿车 他就是副部长 那么家里 给他转了电话 他这个车子 不是公司 他不坐 私人有事情 坐巴士 电话呢 不是公司 不用他 外面打进来 可以 自己绝不打出去 自己私人 要用电话 到门口 外面有公共电话 人家连接 不占公家的便宜 是 这人了不起 是啊 他说 我这私人事情 我打电话 公家要付钱 要付电话费 所以他的儿子 看到老子是这样的 儿子是跟我们同学 都很熟 都说 爸爸是老古董 人情疏固都不通 他批评的爸爸 你看他们做儿子的时候 的确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他儿子常常说 做他的学生好啊 做他的儿子还苦啊 其实他不知道 他就应得庇佑 他们的子孙 对他们简直是太好了 你看收入并不多 家里生活很清苦 因为学佛嘛 全家之素 全家之素 对 你想想看是 他多余的钱 寄回老家 老家还有些亲戚朋友 照顾十几户人家 不是自己应该得的 一分一礼都不取 积了大德 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真正看到地形的 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 这种人 你看他一辈子 清零 给我们做了最好的帮演 抗战期间 他是我的校长 我们对校长 夫妻两个 就看跟自己父母一样 照顾我们无为不止 人家德行在这 大家都尊重他 没错 那师父您说 如果他人家太智 智慧了 如果用他的那种职位 那可以像现在 要拿到现在人 那可以受贿 那发了大财了 人家懂得因果 所以说 人家绝对不敢 不敢造次 师父太智慧了 真地是 行善即得了 这老师给我们做榜样 我们亲眼看到 我们今天这个生活 一切岁月 实际上已经太丰富了 跟古人比 我们差远了 可是我们自己生活 就非常简单 我在台中 跟李老师 十年 其中有五年 有半年的时间 是我自己烧饭 自己烧饭 对 我自己烧饭 一个带坝的小锅 锅完就是他一个 我们的菜 饭都煮在一起 神仕嘛 从点火到吃完 洗刷干净 半个小时 太省时间了 你说多自在啊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我的老师 李云南老师 一生 他就是自己这样过的 这西服啊 西服 生活费用很少啊 当时我们在一起 老师每一天 生活费用 台湾钱两块钱 两块钱 对 和美金多少呢 那是一块美金 大概可以换三十多块 哎哟 他一个月的生活费用 只不到两块美金 一个月 一个月 天哪 那太简朴了 对 我们那个时候年轻 妄想杂念比他多 水消耗也比他多 我该向他学习 学他 以同样的生活方式 我一天要三块钱 他一天两块钱的空 一天吃一餐 一天就吃一餐 对 就中午吃什么 中午吃一餐 一种意思 真自在啊 因为你开销的少啊 你一生可以不求人啊 一生不求人 一生不求人啊 半个小时 一顿饭搞定了 对对 一生不求人 人道无求 贫子高啊 愚人无增 愚人无增 愚事无求 这个才叫真正幸福 美满自在 跟任何人不结怨仇 都能和睦 欢喜相处 这个人一生就没被过 这叫真正幸福美满 不是富贵 富贵人享受不到这种生活 表面上看 现在很多人在享福 其实 那实在是福毒 福毒 对 我们无量寿经常讲 饮苦是毒 饮苦是毒 对啊 这个一句话 不就是形容现在人吗 真是饮苦是毒 他过的是什么日子 饮苦是毒 那师父有一次 我去西安拍一个戏 然后那个我 我走到那个现场的时候 我就看很多我们摄制组的人 围着一个黑的山羊 不是绵羊 是山羊 然后他们就在说 你看他在哭 给他捆起来了 他就在那一直在掉眼泪 然后让我过去看了一眼 我说干嘛呀 他说那个要杀这只羊 我说咱们这个戏里 没有要杀这只羊啊 没有这样情节 说导演馋了 他想这个一边加一个情节 一边在烤羊肉 然后一边在这个演戏 剩下这等到拍完戏 就是这些事 就把这羊吃掉 是这样子 其实当时 那时候我已经学佛了 师父 我就想这个导演真是的 我说他干嘛要 干嘛要杀这个动物呢 可是就因为我自己 那天有点身体上 有点小小的 有点不大舒服呢 我就没有去说 那么这个羊就被烤了 也就拍完戏了 可是当这个场戏拍完的时候 说停的时候 我走了两步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难受 我觉得哎呀 我说我不行了 然后就就从里头吐的 吐的不行 后来给我弄到那个宾馆 我也不停的在吐 后来我说我我可能要死了 我说赶紧给我送到西安 因为那个地方离西安很远 我说我就不行了 我就一直在吐啊 就不停的在吐 然后就就给我拉到那个西安医院里在抢救 可是在一路上我也不止在不停在吐的时候 师父我就出现了这个山羊的那个那种景象 山羊就在我眼睛一直转 然后他那眼神啊 一直就在我那个 我吐的当中 好像他他他给我视线在这个脑子里头 那个那个眼神大地的眼泪 那时候我也哭了嘛 因为太太痛苦了嘛 然后一直是这样 师父我在想 我为何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那个山羊跟你有缘分 因为我见死不救了 是吗 没错 应该要救他 救不了 大家不同意 你的心尽到了 因为我没有尽心 其实我觉得 我要是如果成因成因去导演 去跟导演说服 一定能说服他 他一定会说 那就不要了 就因为我自己的 哎呀 我很后悔的师父 没错 所以您说师父 就是因为我那种吐 我就觉得我会活不成了 就因为我见死不救 没错 您说我见死不救 动物会这样有 这样的称心 没错 那您说如果要杀他 没错 那称心更得 当然 当然 这是一定道理 所有一切动物 都有灵性 连蚊虫蚂蚁都有灵性 怎么可以杀它 真的很惭愧 是蚊虫蚂蚂蚁 要干扰的时候 他痛人情 你用真诚心 给他沟通 他懂 我在澳洲 我现在居住了个房子 后面个空地 我再盖一树 我再盖一树 有的时候客人来的时候 可以找到 后面这树房子刚刚盖好 我就搬在后面住 同一天晚上 新房子 第二天早晨起来 洗脸 这个浴室里头 全是蚂蚁 我都瞎呆了 我都瞎呆了 怎么进来的 新房子 它怎么进来的 我看了之后 我就给叫蚂蚁菩萨 我说我要用洗手间 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 你们从哪里来 还从哪里出去 半小时之后 半小时之后 我回来用洗手间 我就出去绕佛念佛 我外面坐了回廊 我在回廊念佛 半个小时我进去 一个蚂蚁都没有了 他听话了 那么阿姨有的时候 我也没办法 我只好到别的房间 去洗脸去了 他这么听话 对 他就真有感动了 真诚心 爱心 没有一点怨恨心 我们和牧相处 大家生活在一起 互相照顾 蚂蚁进来 无非是找东西吃 那我们 他需要吃的东西 我们吃剩 我们放在院子里头 也照顾他 那师父 真懂啊 那给他放什么吃呢 师父 给蚂蚁 我们吃剩下东西 他们都可以吃 他可以吃的 菜也可以吃 可以 菜大概是不要 不行 就是馒头什么的 对 这些东西 米饭可以 米饭 那师父 我就由此想到了一个问题 北京是蟑螂成灾啊 师父 只要这个楼道里头 有一个蟑螂 那全楼道都会有 而且您知道吗 师父 这个蟑螂 是要传染疾病的 对 尤其医院啊什么的 您说这个怎么办呢 师父 遇到这种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不善的心情 招来的啊 我们不善的心情 感召的啊 对啊 这个也是远远相报啊 你伤害这小动物啊 小动物长麻烦的 它报复啊 所以我们不伤害它 啊 决定不杀它 那蟑螂也听 蟑螂也听话了 蟑螂也听话 当然了 所有动物统统听话 没有不听话的 你试试看 你就晓得了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是 对 我在十几城市 这是在老家的 还能住了一个星期 晚上 我是读经 做顽固 那一天蚊子很多 我就给蚊子说 蚊子复杀 我做顽固 你们喜欢听 可以进来 你不要干扰我 我就看了蚊子 钉在墙壁上 有四五十个只 那么多 对啊 我扣送完了之后 他们也不走 但是他们又干扰我 第二天早晨 睡觉起来之后 看上还有十几只 懂事 不是不懂 我们不害他 他就不会害我们 我们害他 他来报复 这一定要知道 我们用个爱心 真诚的爱心 我们怎样爱自己 也怎样爱他们 就会受感动 那师父 我们对蟑螂菩萨 也说蟑螂菩萨合掌 没错 然后你回你自己的 没错 生活空间 我给你点吃的 蟑螂吃什么呢 师父 他什么呢 也是吃着油腻的 油腻的 那给他点油行吗 师父 对可以 什么面包和饭 地基地油 他们吃 然后就跟他沟通 没错 那我回去告诉我 这些喂小动物的东西 最好都放在外面 放在外面 那师父 我们家要楼房怎么办呢 楼房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过道 过道不错 那师父我在想 如果给他放到过道 那过去人不要踩死他吗 麻烦 是麻烦 是麻烦 不像平地啊 像四个院那样也可以 对对对 这个 有没有走廊 走廊是有啊 但是人们走来走去的 走廊很多人 对对对 师父 我就怕把他踩死 对对对 他那个密集的那么 没错没错 就请他出去 那就跟他沟通就好 没错 沟通沟通 不错 好 一定是用安全地带 那可不可以在 我就在一楼 比方说 就是在一个草坪里头那样 好 我跟他们蟑螂说 对 我把这个油的东西 给他蘸一下 没错 你们别在我们这些楼里头了 对 你就在这草坪里吃 我给你 不错 定时的我给你一些食物 跟他们供 他们一定会 不错 会知道 好 好 对 那师父 我再想问 这些动物被我们人类杀了 那他有灵魂吗 对 那他们的灵魂去哪里了呢 师父 他们的灵魂跟人一样 跟人一样 对 但是他们的业障中 很可能又投胎到出生了 你想想看 我们这一个人 这一生 杀害多少动物 我们将来怎么个换法 数以万计呢 对啊 所以这些小动物 它的寿命很短 死了以后 他又回来投胎了 不知道要死身多少次 你就知道 这个事情多苦 所以渊源相报 要常常想到 不能占人便宜 占便宜 吃肉就是占人便宜 占便宜是盗心 吃肉盗心还要加上杀 吃肉盗心还要加上杀 这也是 真正明了的人 不会干这个事情 渊源相报 何时了 这生生世世 麻烦透了 麻烦透 我们这一生难得了 遇到净土法门 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 真是难信 这个法门很难相信 但是很容易修 很容易修 很容易修 你真正相信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信心是关键 信心关键 唯一有这一条路 可以聊生死 可以超越轮回 那我们这一生有缘遇到了 我就觉得我们现在世人 真的很有福报 他福报 您说是吧 对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讲透了 讲清楚了 讲明白了 实心塌地 念佛求生进度 跟所有一切众生 都以善心交往 都作为同参道友 你说多欢喜 发喜充满 长生欢喜心 我爸爸